好那明杰剛剛講到這個布查大屠殺 引發了國際間的憤怒 那所以拜登事實上 第二次直接對著鏡頭講說普丁就是戰犯 但是同一時間 美國也援助烏克蘭重要的 這一個遠程防空的重武器 是這一個針對這個布查地區 傳出這種慘絕仁環的這種屠殺的行為 那西方痛批 那當然這個美國總統拜登 那不只再次強調說 這一個普丁就是戰犯 而且必須要以戰爭罪來審判 他另外也提到說 將為烏克蘭提供更多的武器 那到底更多武器有哪些內容 那今天這個美國的國安顧問蘇利文 也出面談到幾個算是比較重點的部分 第一個可能會進一步提供 所謂的遠程空中的防禦系統 就是遠程的防空飛彈 另外還有包含地面的火炮系統 還有像是海岸的防衛系統 也就是岸基的反艦飛彈 那遠程的空中的防禦系統 到底是什麼樣的飛彈 那今天也傳出說非常有可能 就是烏克蘭他自己原本已經 也擁有的S300P的這種所謂防空飛彈 那這一型的防空飛彈 我們看一下 基本上來講 他有益於過去像刺針飛彈 這些所謂的中進程的防空飛彈 他等於說射程更高 刺針來講射高可以到5000公尺 那如果像我們先前談的像英國的這個星光防空飛彈可以到7000公尺 但是像這個S300基本上來講 他可以打到25000公尺 也就是說所有戰機空中高空中空的這個戰機 全部都可以被他攔截跟擊毀 而且更重要就是說這一型的飛彈基本上還具備某個程度的 包含像這個攔截導彈彈道飛彈 或者是比較低空飛行的巡弋飛彈的能力 所以這個部分當然現在看得出來 有可能是美國進一步會提供給他 那美國哪來的S300P飛彈 那當然是從東歐的這些盟友 那原本也裝備的包含像斯洛伐克 甚至土耳其過去過去也買過 那這些國家還有像是保加利亞 那可能都透過這些東歐的北約盟國進一步 那提供給烏克蘭這樣的飛彈 那當然為什麼 我們也大概外界也認為說 那你要提供給他像這樣的一個遠程飛彈 為什麼美國自己有愛國者二型或三型 不提供給他 那其實這一個部分 我認為就是美國高招的地方 因為我們看得出來 其實過去有S300 其實後來還發展到更新的S400 射程更遠 那他的一個主要的一個防禦攻擊的目標 就是美軍跟北約的戰機 現在美國把原本用來設計攻擊 美國跟北約戰機的飛彈 換手提供給烏克蘭 讓他回去打俄羅斯的戰機 這個叫遺址之矛公子之盾 而且美國不只沒有任何的損失 他也不會有科技外流的這個疑慮 所以這樣的一個過程可以看得出來 如果未來他進一步 可以獲得更多的中遠程的飛彈 其實先前哲倫斯基提出的 還有包含像這個BOOK 這個是屬於這個三毛舉飛彈 他有從M1 M2到M3型 像上面這是M1型 這是M3型有發射管 那他射程基本上也有到1.5萬公尺的 這樣的一個高度 同時還有像這SA8黃蜂的一個系統 那他的算是中進程的這一個防空系統 那有遠程中程進程的防空系統 多層的防禦之後 其實俄國的空軍 先不要說現在拿不到自空拳 你看他前兩天 一架這一個S35 蘇35S這樣的一個最新的戰機 其實被擊落之後 你看攤在地上 真的很像這個一隻 這個空中的一個大鳥被擊落 那連這樣先進的戰機都會被擊落 其實對未來烏國的防空 當然是更有利 那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軍援的部分 烏國自己的一個戰力也發揮非常多 那麼這兩天有一個推特 雖然烏國的軍方沒有正式的一個證實 但傳出說這個烏國的軍方用 所謂他們自己國造的海王星 360P的反艦飛彈 我們看一下 下面這一個就是他國造的 這陸基型的暗置型的反艦飛彈 其實這一型的飛彈 跟我們的這國造的熊二有點像 他的一個這個速度 大概每小時900公里 又次音速 那同時發射出去 他先拉高 但是他可以貼海 大概3到7公尺的這樣高度 對方的雷達是這個偵測不到 那前兩天已經傳出在黑海 擊落了這一艘 這個艾森海軍上將號的一個俄羅斯的軍艦 這一艘軍艦 他的盾位大概有4000噸 基本上這服役大概只有89年 算是很新的軍艦 而且上面大概有8具的這VLS 垂直發射系統可以發射 包含像這3M-54Club或者3M-14口徑飛彈 那烏國軍方對他非常痛恨 因為先前就是從這上面發射口徑飛彈 去襲擊奧德薩這些地方 那這一型的飛彈 本來是烏克蘭最新自己研發的 這個等於說360P這一型的飛彈 本來還沒有正式的服役 現在都拿出來直接上戰場用 那戰果非常輝煌 所以反艦飛彈也是下一階段烏克蘭所缺乏的 那他自己的部分為什麼還有美國傳出說 這個要提供給他暗制的反艦飛彈 現在傳出有可能會給他非常新的 叫做NSM海軍打擊飛彈 那美國當然不會把他自己最新的飛彈 提供給烏克蘭 而是波蘭先前已經先採購一批 這個部署在波羅的海 非常有可能轉移這一批 NSM的反艦飛彈給烏克蘭 作為防禦下一階段 這個二軍可能從海上攻擊奧德薩 為主要的防禦的一個手段 那除此之外 烏克蘭自己國造的武器裝備 最近其實發揮非常多戰力 現在他們傳出說有這一型 同樣現在我們看到有標槍 有N-Low 有這個鐵拳三一大堆反坦克飛彈 國際支援給他 結果烏克蘭自己也自製了這一型 叫斯圖格納P型的這一個反坦克飛彈 你看他看起來好像有點老舊 其實確實他的一個性能來講 不如這個標槍這麼好 那不過現在傳出說烏軍統計 俄軍的這一個坦克有一半以上都是被他們這一型國造的 他們自己號稱國造標槍給機會 那他的一個特殊的地方 就是說他穿甲立帶不輸標槍 可以到800毫米的軍職裝甲 那比較大的缺點 你看他非常大一個 他是整個系統 這個整個系統要100公斤 那標槍23公斤非常重 所以這個勢必要兩到三個人才能夠這個斑魚才能部署 那固定式必須要用腳架發射 那下面你看到他比較特殊的是說 他的射程其實可以到5000公尺資源 先前他測試 那標槍只有到2000公尺是他已經算極限 那他的這個彈頭有兩種有這種可以穿甲的 也可以打這個鋼筋混凝土的 那同時還有比如說他的整個系統來講 他透過這個螢幕遠端操作 那在戰地的這一個掩蔽掩護 也算是某個程度也是他的優勢 那這套系統如果跟他先前 我們看到說有標槍或者是N-Low 其實像我們現在看這個前面 這個是這一個標槍比較短小 大概1.1公尺 後面英國提供的瑞典製的這個N-Low 大概1公尺比較短 所以你可以背著 然後在這個城鎮站裡面到處機動 有打有擊 但這一型來講他長1.4公尺 那缺點就是說 他大概重達92.5到101公斤 所以對他來講可能 這一個算是比較重的裝備 但是烏克蘭也靠自己的防衛能力 也擊退了不少這一個二軍的攻勢 那除此之外 我們講到說烏克蘭 為什麼飛彈越打越多 除了對外軍援 他自己國造的一個維持 自己自我防衛能力之外 這兩天又傳出說 他又在戰場上陸續 這個持貨 這一個二軍的相關的主戰裝備 包含像這一 這一輛 我們剛剛講到說 包含像其實不可 這一個三毛舉的防空飛彈 不管是烏克蘭自己也有 俄羅斯過去也有 那像這一型應該是M1 直接就被擄獲 那其實這裡還有一個 其實應該是烏國士兵做了一個 6的這個手勢慶祝 表示說擄獲了這一 這個防空系統 那下面更不要講 像這個BM-21的多管火箭 腰樑兩口徑 基本上對 先前在這個烏克蘭的打擊 也傷害非常多的平民 現在被烏軍擄獲 而且像這些砲彈都是新的 全部可以轉手過來 對這個對付 二軍下一步的一個攻勢 那還有其他包含像坦克 更不要講 像這T-90 這個U 或者是像這個鎧甲S-1的 這個防空砲 這完全都是新的 直接拿過來就可以用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二軍的裝備越打越少 烏克蘭的裝備越打越多 那現在整體的攻勢 包含像這個美國的 這一個國安顧問蘇利文 也表示說 確實在基輔北面的兵力 已經逐步撤離 我們看到這美國智庫的 最新的一個戰況圖 本來基輔的周邊的藍色的 兩邊都是被紅色的 二軍所圍困 現在往上 箭頭往上 往白俄羅斯 跟往俄羅斯 自己內部撤 那包含像這一個蘇梅 哈爾科夫 這些全部 兵力都越撤越少 但是集中到 當然就是東面這個部分 東面這個頓巴斯克 跟盧甘斯克這個地方 還有下面這個馬利波 這個地方還是在基站中 那等於說 現在確實烏東跟烏南市 他想要連成一線 建立一個路上走廊 就是普丁 他在五月九號勝利日 他想要對內宣稱的一個 勝利的一個成果 那現在接下來 但後續他又動員了 傳出說 有六萬名的預備役 還有十三萬名的這個 義務役 十三萬名的義務役 雖然普丁承諾說 不會送上戰場 但是其實 在徵招過程中 很多會要求他簽下 自願役可以拿更好的薪水 非常有可能會轉成 自願役 同樣去轉攻烏東 所以現在看起來 整個戰況的態勢 俄羅斯打的這個狀況 只好用這樣的 片面轉移兵力的方式 宣稱他第一階段 已經獲得勝利 不過戰力其實越打越弱 但烏克蘭在國際援助 跟他自己的一個防衛之下 那越打越強 那西方更是毫髮未傷 現在已經看得出來 一步一步在等著出手 那全世界都知道戰打到這裡 其實普丁已經輸了 那只有俄國的民眾 在他內部政治宣傳之下 不知道自己俄國的這場戰爭 其實並沒有贏得勝利 好我們稍後回來